為了360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這幾天明顯降溫大家感覺得到 目前來看的話 這樣的天氣 東北風影響的天氣 大概會持續到週四 北東有一些短暫性的增雨 特別是迎風面 早晚也容易下雨 中南部還是持續穩定的天氣 以目前來看的話 有一個熱熱性地氣 正在發展當中 在菲律賓東邊 距離台灣大概還有2500公里 大家不必過於擔心 明後天成為颱風之後 我們再來關注就可以了 請大家要留意 最近的天氣變化 穿著一定要調整一下 要注意自己還有家人健康 我們看一下現在來說的話 這個東北風持續在這邊影響 很多人說這是今年第一道 東北季風 可是其實跟上禮拜的東北風 其實都是指的是同樣一件事情 就是北方冷高壓 等到再冷一點 就有一個名詞 叫做大陸冷氣團就再下來 或者是寒流 其實這個指的都是一樣的事情 只是溫度不一樣 所以我其實不大贊成用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又多記一個名詞 今天要特別注意的是有一個颱風 還不是颱風 一個熱熱性地氣 在菲律賓東邊 在這個地方還在發展當中 可能明後天 有機會成為23號颱風 後續會不會影響 我們再來觀察就可以了 所以台灣未來這幾天 持續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北東有一些局部的短暖性的震雨 容易發展起來 然後未來如果颱風接近菲律賓 外圍的可能有一些水氣 可能會對東北部有一些影響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未來這幾天其實大致上 溫度還是重點 整個20度就在這邊 中國東岸幾乎到20度 然後在這個10度 差不多都在長江以南 那北方大概就是0度了 所以最近其實整個東亞都降溫 降了下來 台灣也不例外 北部可能會探底 往下20度左右接近 那整個雨勢 再來都是東北部 有一些轉戰性的降雨 中南部相對的都還是穩定的 一個好天氣 請大家好好珍惜啦 就是北東有時容易有一些飄雨 那明天的天氣 大致上 禮拜三的天氣 大致上 北部溫度上是一個重點 可能有機會 低溫 空旺地區低溫 可能會探20度以下 20度以下 那高溫22 3度 那中南部相對的都是22到267 甚至到高雄可能到29或接近30度 南北 東西差距都還蠻大的 東部北部都容易下雨 請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時間的威勒360 我們明天見 北朝唯一 更加低溫 謝謝 我也鬥 我也蠻大的